真相 大家好 欢迎回到JTC厂 今天我会觉得画风不太一样 不是去爬山 也不是介绍户外装备 而是要来聊聊 我十页运号参加Jordan Brand 2019的旗舰鞋款 也就是这双Air Jordan 34代媒体训练营的一些分享 那主要会讲两个部分 第一点当然就是对于这双鞋的印象啊 看法啊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主观意见 其次呢就是分享给大家 我们体育媒体去参加这种品牌活动 大概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3 2 1开始吧 OK相信大家一开始最想知道的呢 绝对就是这双3 4代 究竟性能怎么样 好不好穿该不该买 那各大YouTuber呢 都已经对他做过了非常完整的开箱 还有性能的评测 所以我这边呢就不太多讲了 那些什么新科技啦 用料啊材质啊 就交给专业的去介绍 那我就是以一个篮球技巧普普通通 然后一般消费者的心态 来聊一聊呢 我对于他的看法 这次3 4代第一次穿上脚的感受呢 就是非常直观的 非常轻盈的感受 那这次品牌对他中文slogan 是打出了轻取强敌四个字 从第一个字的轻呢 就知道这一双鞋的设计主流 是在重量上花了非常多的巧思 那毕竟前一代的3 3代 我个人穿起来是觉得太重太拖塌了 而且那个Fast Speed的系统 我是觉得有点缺头大于实用 所以这次3 4代呢 他就回归到正题 然后呢 讲求Mate Less More 也就是化繁为简的概念 从鞋面上 或者是中底 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复合材质 包含挖空的使用 虽然看上去很高科技 但是实际上穿上脚 却是一种非常平易近人 然后 好像不太需要磨合的感觉 我忘了很多去参加媒体施打会的同意呢 大家对于这双鞋的评价都还蛮高的 而且这次3 4代直接把重量压缩到乔丹历届正在的最新水准 虽然不像28代有那么直观的气垫缓震的回馈 或者是像某些鞋款有非常变态性的包裹 但这这双鞋就是一个非常调校很平衡的状态 不论是重量、配比、用量还是各方面 穿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 那如果真的要吹毛球丝挑一点毛病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抓地力就比较一般 那我们在木质的球场 我要发出那种嘰嘰嘰的那种声音 也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它并不是咬地板可以咬得那么死 还不如我的PG3 对 不过呢 如果你穿了3 3代 然后对3 3代的整体包含重量 感到很失望的话 你穿上3 4代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香 那就饿死了 死外面从来跳下 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 啊真香 哎呀 OK那鞋子的部分呢 因为各大YouTuber已经做了非常多关于他的影片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来说说看 体育媒体呢 平常我们去参加这些品牌活动 大概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之前有参加过Carrie Irving的新鞋发表 然后也参加过Hyper Dunk Super Fly 还有去年3 3代在洛杉矶 TDLA的那次发布 所以我其实入行以来 大大小小大概参加过四五场吧 那这一次的34代呢 是办在一个新开的浩宇国际篮球中心 那那个场地非常的漂亮啊 木板啊 然后健身房啊 各个东西 都是非常的新颖 然后用起来也非常好 相信未来应该会有很多球队去那边 以地训练或者租界 好重点来了 根据我以往的经历呢 通常这种媒体试打会啊 一开始呢 都是让你换装嘛 换完装 然后呢 就会稍微流奶一下场地 因为它都会布置得很漂亮 然后会有品牌方的人派 球员啊 教练啊 还有一些讲解人员来讲一下 这双鞋的最新科技啊 我们又有哪些突破啊 不知道不知道啊 有点像苹果发表会那样 反正就是我的产品最屌 最厉害就对了 然后呢 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 算是训练的环节 会在地上摆一些神梯啊 三角锥啊 一些障碍啊 来透过一些基本动作啊 来测试这双鞋的一些 比如说缓震性啊 防侧翻啊 或者是抓地力 各方面等等的这些性能 然后也会有一些 无球跟持球的一些训练 那以往呢 这种训练通常都是 打点到为止就好了 因为反正媒体嘛 主要就是去 做一些新闻的发稿啊 跟记录啊 还要体验一下 但是这一次呢 Nike跟Jordan Bridge是完真的 他们找来了 许昊诚 杨哲一 范耿霞 还有陈紫薇组成教练团 然后加上一些 SBL跟UBA的球星当助教 那布置了四个环节 那其中一个环节 主要是 就是无球的 然后主要是 RUN一些 体能的训练 那另外三个环节 就是有一些 包含 结合一些运球啊 投篮啊 一共四个关卡这样 那实际上媒体去 第一次去做下去呢 然后教练都还蛮认真的哦 就是一些动作 他要你做满25秒 你就必须要做满25秒 那反正大家就第一次嘛 好给大家 大家就去试 反正就是要 也要好好测试一下 怎么要写 那原本我以为 我以为第一轮测试完 就结束了 然后通常是后面 会打一个友谊赛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第二轮 第三轮 所以很多媒体参加 这一轮体验会呢 都不夸张的说 这是他们参加过 优势以来 最精实 最流血流汗的体验会 那再把话说回来 虽然这一次的体验会 在强度上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不过呢 你问我好不好玩 我还是会说 我觉得很好玩 这个品牌 以往在办这种媒体仪式打会 他们都设想得非常周到 包含接送啦 然后还会在现场 帮大家拍一些帅照美照啦 然后呢 包含你练玩 还会给你一小袋的补给 那就连那个水平上 都是印有他们那个 非人的标志 就是 如果你很喜欢 你拿来收藏都可以 所以 其实每一次去玩 我都会觉得非常好玩 所以 还是要非常感谢 Nike跟Jordan Brain 再次邀请我去体验这次的三四代 谢谢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这种鞋应该会在10月10号左右贩售 那定价呢 好像是台币6300块吧 老实讲不便宜 那穿上它 你也不会跑得比较快 跳得比较高 顶多就是让你的脚舒服一点 打篮球的感受好一点 至于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就借人见智 大家自己去斟酌吧 那不过这次底牌很佛心喔 首发配色就有五款 那我拿到这个配色 好像叫做Bread吧 在我心目中大概排第三或第四吧 那我个人觉得 首发的五款配色里面 最好看的是 有一双灰色跟绿色相间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球鞋 不管穿浅色球衣 还是深色球衣 都会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百搭 好像是不爱人的配色吧 让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也留言告诉我 这双闲三四代 6300块 你会不会买单 还有首发的五款配色 你最喜欢哪一款 还有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次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月经一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